你 你就一点都不担心了 咱们还可以 红艳传书吗 没心没肥 王爷 非营小队来报 世面上的流言 都是范夫走族的口口相传 或是寒门子记的口诛笔伐 这文章言辞犀利 一针见血 确实是写得不烂 这文章 十有八九 是出自沈金红之手 而且 我之前亲眼见过 沈金红模仿别人的笔迹 这么一想 那假仪照上的内容 芭城也是出自他手 王爷 他真的在为柔家公主做事 这一切 也都是在意料之中罢了 柔家公主在百姓之中 想要神女的美名 而沈金红 在寒门学子中 又颇有威望 他们这配合 倒真是默契无间啊 附下沈金红这颗暗器 柔家还真是高明 王爷 他们真是在逼你离开定谨 沈大人 你还记得吗 咱们第一日 进这尚书省的时候 这天气啊 也跟今日一样好 慕大人记性可真好 确实如此 不是我记性好 而是初心 实不敢忘 这一路走来 不知沈兄 可还记得当日围观的初心啊 记得 为怨 和亲海燕 国泰宁安 那沈兄此刻所求 是否亦如继往 心之所愿 始终如意 那希望今后 沈兄也莫要忘记今日所讲的话 慕大人 此言何言 尔夫 后来 孙子 呜 来 快 咦 来 来 她 这样平平淡淡的日子 不是最好吗 就像那时候 我们在小茅屋的那段时间一样 每日睁眼 就可以和草木竹林为伴 干干净净的 朝隐木兰之坠陆夕 西餐秋菊之落映 你如此怀念以前小茅屋的日子 是不是想放弃师徒了 那段在小茅屋的日子 更让我明白了 肩上的责任之重 我不但不会放弃师徒 相反 我想要通过自己的力量 让南臣的百姓 未来的日子 都变得清明祥和 安居乐业 王爷所叛的 不也是如此吗 所以您如果配 fathers 有萝卫 还預先 女哥 绝新共 Wells 王爷家 在哪 там 2020年 中国 我们 熊 smooth 很好 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想到 在背后为庄文风撑腰的 居然是孙家 孙家在江南盘踞多年 若是孙家的话 那庄文风作恶多端 却这么多年都平安无事 就说得通 原本还想过上几日舒坦的日子 可偏偏天不遂人愿 这不是天不遂人愿 是人心叵测 天灾是难测的 但是这人祸 还是要管一管 要管 而且 得大张旗鼓地管 你那日还教我好好保重身体 现在看来 这是贼喊捉贼 如今我这个当大夫的 可得要好好看着你 这些旧账 你倒还记得清楚 那是自然 我本身也不是大肚之人 时不时的都要拿出来晾一晾 也好让你知道 我可是有你把柄的人 现在 房器地器 都是你的名字 你捏着这些把柄 是要图什么 自然是要图 王爷的人了 不过王爷 今日你在朝堂上 这个梁环剂 用得还真不错 但凭那几封没什么用的信 就把周家跟孙家的人搞得团团转 也因此 引出了恩应支的弊端 沈兄果然当朝就提出了要废除恩应支 可他的想法 实在太过寂静了 他想快刀斩乱麻 可是世家哪里是麻绳啊 那是随时会反扑的毒蛇 他的路子自是不行 我们要徐徐徒之 于无形中 铲除世家这块毒瘤